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庸野篇》第十四章 此曰 梦之缓不划 奔而垫 将入门 侧其马曰 挥赶后野 马不进野 《庸野篇》说的事情极简单 对某地址说几句话 言语二要简单 不需考据 现今讲论语注重品性文学 自从接受洋文学之后 中国人不懂中国文字 这是写如老人 讲到中国人自从接受西洋文学之后 中国人就不懂得中国的文字 自法学兴起 法律名词变成新名词 如法人 自然人 这还可以 另外有非中非西 不伦不类责 这门课程可以不注重文学 只注重品性 反深入讲的就是如此 读书 不注重文字 再求道 因为从前人 多懂文字 清代的文字 直追汉代 可以唐朝抗衡 出的人物也多 缓深入 唱重德性 缓深入提倡 重视德性 倒数 极对 这个是非常正确 很对的 重德性 倒数 今无在学校教书 无兴趣 讲普通文字 听不懂 文字 低落到极处了 如今提倡 白话 注解 被白话 注解 是要了命 只是 现在 提倡 白话 注解 真要命 大家不懂文言 无今 除注重 你们的品性外 还必须 注重文字 因为你们 学佛 国家 还没下令 改佛经 学佛者 却妄改佛经 不懂中国文字 能翻译佛经吗 这个是 现在也有人 把这个佛经 改成白话的 这个政府 没有下令 改这个佛经 学佛的人 自己妄改 这个狂妄 那么去改佛经 佛经原来人家翻译的 把它改成白话的 不懂得中国文字 那怎么能够翻译佛经呢 这个 写入老人讲 不懂中国文字 能翻译佛经吗 五五二十几岁时 想说 无来翻译佛经 必定好 而今 大大后悔 改名叫 不通 一字 也不会讲 这个写入老人 年轻的时候 那也想过 要来翻译这个佛经 一定会翻得很好 后来啊 就 很大的后悔了 实在讲 没有办法去翻的 你看 华言书超 若能看出段落 五拜你为师 这个 当时写入老人 也 年有讲 华言书超 如果你能看出段落 他就拜他为师了 可见了这个不容易 中央日报 刊载 法统 道统 心统 法统 则依传三说 是帝王之统 无不以为难 无受孟子影响 民为重 社稷赤之 君为清 君如谣顺便好 否则百姓倒霉 故法统无 不赞成 道统 皇帝也服从道统 自古君主必读书 否则不能存在 心统 是佛法 法统 道统 多由心统 所造 万法为心 法统 道统 多不离心 使曰 梦之缓不乏 奔而殿 周家车站 以马拉车 何以说是骑马 注决说周朝不起马 有何证据 周起马 这张书就是证据 这张书可以证明啊 周朝的时候就有骑马的 那有 也有注决说是周朝的时候人不骑马 但是这个没有根据 这个一张书啊 就证明周朝啊 那个时候就骑马了 骑虏交战 骑花兵亲乳 骑国发兵啊 亲列乳国 亲列乳国 三家有权 却不出兵 这个孟仲记 这个三家 他有权力 但是他不出兵 这时揽球在祭士家 揽球 凡此再三要求 祭士勉强出兵 由这二人领兵 大败 其今右翼 孟之缓 再左翼 不一定 打败仗 打败仗 祝书者说 持干戈 以为设计 本是应该做的事 忽子孔二子 以有功自主 故急称孟之缓 以敬二子 孔子恐怕二人 夸耀他的功劳 故举孟之缓 压服篮球 凡此 这种说法的大毛病 在揣测人 不可未见事实 而妄加怀疑人 这一点必须学 不要以志向空洞 揣测人 对自己不好 这是疑心 那么有一种注决 就是怎么注的 这这个孟之缓 持干戈 以为设计 这本是应该做的 孔夫子 恐怕这两个 以为自己有功劳 那么就很极力称赞这个孟之缓 这两个人讲 篮球跟凡此讲 意思就是说给他压一压 不要花自己的功劳 这种说法 学路老人讲 这个是大毛病 这个注决的人去揣测 他自己的一个揣测 实际上 实际上 并不是这样 那么要怎么来 解释这张书 单就这一件事 说就可以了 就不要再节外生枝 单单 就这件事就可以了 不要去揣测 是什么意思 孟之缓不夸耀自己 这个孟之缓 他这个打仗 他没有夸耀他自己的功劳 嘣 就打败逃回来 殿 打败回来殿后 这个打败这样 那最后面殿后的 出兵时勇敢者在前为先锋 退时最勇敢者殿后 再后最倒霉的严固 那打败了 那这个跑最后一个 那当然他是最倒霉了 江路门 他在后面断后 到鲁国城门 已经保险安全了 大家看他迟迟在后 很敬仰他 必定有人赞扬 孟之缓 就很赞叹他了 赞扬他很勇敢 打败了他 跑最后一个 他不是跑在前面 侧其马约 那有人赞叹孟之缓 哎呀你很勇敢 打败了 殿后 你最后一个 跑最后一个 那么人家赞叹孟之缓 打着马说了 不是我有勇气了 是马不好 不肯走 我也想跑快一点 赶快跑 我未必有这个胆量 赶在后头 但是马不行啊 不可往前走 那这个 这个 他就没有夸耀他自己 就是说马不好 不是他 有胆量 垫在后面 这是孟之缓 金人反过来 都是无耻之徒 亡国之家 现在的人 都是没有 廉耻 没有羞耻 你们要写不乏 埋头苦干 写古之学者 为己 写成后往外做 金之学者 为人 在乎 要人之道 往外鼓吹 这是雪鹿老人 劝导我们 要反过来 自己要学不乏 不乏就是不夸耀自己 自己真正在学习 埋头苦干 那么 学古人 这个 学者 为己 学习 为自己 那么自己 学成就后 再往外做 那现在的 学人 金之学者 为人 在乎 要人之道 就是 自己学了 有一点点成就 恐怕 天下人 不知道 赶快去 先量 往外鼓吹 不乏就是 不去夸耀 不去宣传 不刻意 自己去宣传自己 现在人 都是在宣传自己 自己 多好多好了 那我们要 有真材 实学 不要夸耀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